我們又是Game絕界 全神經玩3D Pin 連木也都要用3D Pin 究竟有多好玩呢? 一起來直擊一下 一輝哥仔 是 玩了木製3D Pin之後 究竟有多好呢? 玩了木製3D Pin之後 人又大隻了 自信心都回來了 這麼厲害? 哥仔 你玩了木製3D Pin之後 究竟有多好玩呢? 玩木製3D Pin之後 轉身後快了 讀書又厲害了 媽媽很開心 這麼厲害? 喂 肥通 真的有多厲害? 三個字 新奇 刺激 又好玩 又好玩? 誰說不能玩呢? 誰說不能打球呢? 聽說貓頭已經是吉祥物 對呀 因為每晚都可以開工 老闆的老闆真是玩法 對 這隻很特別的 對呀 這隻是木打出來的 不是吧? 木邊打印不到的 手頭上的冰箱波爬 都是木打印出來的 其實一般的FREE打印 都是用膠來做打印物料 但木打印出來也是另一回事 就像手機殼一樣 一個膠的手機殼 一個木的手機殼 完全是兩回事 木的物料難度在哪裏? 其實打印木的難度在於 它的膨脹率是比較高 所以一般市面上的打印機 是未必打印得到 而我們的打印機針對這點 亦有作出一些改善 所以就可以打印到木這隻物料 如果我硬把其他機殼 可否用到呢? 市面上的應該未必可以 最好你不要打印 後果會怎樣? 會失去我的頭 這款是新物料? 是呀 這隻是軟膠 是呀 未見過的 我們打印到甚麼出來 你的軟膠 例如運動鞋 FIGURE裡的波裝頭 這個中樓很熟後面 好像上次Youtube看 花來其他打印一樣 一樣是甚麼物料? 它是RASIN 香港有的嗎? 我們將它帶來香港 光粉樹脂用的是光學凝固液態樹脂 每層厚度只有0.025mm 相對一般3D打印機的0.06mm 當然是平滑得多 隨著3D打印技術的發展 越來越多不同的新材料 例如木的質地 像像棍棍一樣 這些新材料的引入 有機會令到 將來可能有機會 用木打印的傢俬出現 甚至乎 你不滿足的 除了木之外 有些軟膠素材 有沒有看過以前有些人 有沒有機會印不同的膠 和鞋 其實已經有些人在做出來